- 焦点视频,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日师傅在这里 各位你好 师傅,今集我也很开心 之前和你做过一些直播 亦有一些节目访问过你 大家聊聊天 有很多时候,我访问很多述素的师傅 原学的师傅,当然原学的角度的师傅你也是 但是你有一些不同,始终也有涉及宗教的角度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的一些杂数或者节目 我觉得都会挺有趣的 因为我相信在原学的角度你可以有不同的层次或者角度分享一些资讯给大家 是的 有时我也听过有一些个案很有趣的 例如是什么呢? 有一位师傅,他可能有一些客人或者有一些学生 那些客人和一些学生 人生总有经历高低的 对不对? 特别可能有一些很不够的时候 通常他们会不会和你求救呢? 在看影片的观众朋友 希望你们立即订阅我们焦点FMTV的YouTube频道 我们是一个知识中丽的网络电视平台 希望未来的影片和视频 会继续可以带到更多资讯给大家 新一年我们迎接五周年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尽快订阅和支持我们 求救是看哪种情况 如果求救的话 他上来求我们是求佛的 我们代表佛菩萨讲话的 通常我们都是以弘法利生 就是普渡众生的这八个字来做事 如果说求救是有求救 其实每个人都是求救的 和你本人求救 求救到哪一种界线 我都遇到一件事是 都颇为出位的 颇为出位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话说有一天 有个女士来问签的 首先简单说一下她 她衣着二勇其实都不差的 她就算不是周身名牌也好 她进来都是医香病情都OK 很见得人很出镜那种OK的 她来到跟我问事 她是在问问姻缘的 他他就说想知道和他男朋友的事情 这是初步 那回答他 relativesском 多少岁呢? 这个女士都有50岁了 50岁了 也不是说真的20多30岁的人来的 50岁了 他说他也有事业的 因为他也是在做一间饮食的管理层 其实你觉得 如果通常你感觉一个人在你身上 令到你觉得 不会说走来向你摊大手板 或者我没有钱吃饭 在街上遇到那些 他绝对完全没有关系的 因为他首先是从外国回来的 这个人 我为什么会和大家分享一下他呢? 我想这些事情 我想很多个人 我遇到都没试过有一个这样的人出现 出现什么呢? 他说他不是苦口苦脸跟你说话 第一次来 他在问恩言谦 都很好 我的男朋友对我起床很好 然后他好像大约第二次左右 他再来的 透露了他的男朋友 原来他男朋友是在国内的 但是他当时没有透露他男朋友做些什么 他就跟他说了 他说你在香港打工是没用的 你应该要做生意才对 那做生意 那这个女士就说 我没有这个本钱做生意 她说她男朋友 我可以给你钱做生意 我打管给你做生意 哇 这件事很好 你听着他一直都是乐观的消息 很好的打工 原来他一给他就给了三百万 哇 三百万很厉害 那三百万 原来他说 我为了要你真的做事的话 我就不是放三百万 进你的本人银行户口 不是 我是进了一个投资户口 他是进了一个英国的投资户口 我只是听他说 他说没什么 接着他投资到那边 接着他过了 他跟我保持联络的 就是他又会再来问事 他又说 哎呀 我的钱就惨了 现在我就真的很愁 因为我不是做生意 又不是做投资外币 就是买外币 他说现在虽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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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的户口 是虽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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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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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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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问我怎样怎样 他又不是说他要这么绝顶 也让他希望他 一直这样回答 接着他就 他就说他现在的男朋友 看到他这样的话 就是说他不会做生意 这个男朋友就要亲自下手 来搞他那盘东西 就是所谓投资外币那盘东西 亲自下来了 但他下来的意思不是说 来来香港 原来这个男朋友本身在国内 就是说去移动他的户口 去搞他的投资 这样的东西 好了 又是很神奇 这个男朋友 可以突然间 给他三百万 去投资了这个户口 然后这个女士 就虽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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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天之内 这个男朋友很神 竟然跟他找回三百万 找回三百万 如果你听到的话 有什么方法 可以一天找几百万的 是英镑的 这样 就是你这样说 很厉害 那些人做生意的手法很厉害 是啊他真的很厉害 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这么有眼光 或者买什么 他升回到三百万 现在是赢了三百万的钱 有利得瑞 原来英国要给利得瑞 那利得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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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给百分之十五 那他就除了 百分之十五 那原来 那大家就很忧心 一个问题 如果你给百分之十五的话 加加南买都要几十万 这样说 那他说他在国内 借了朋友 找了钱 那他说他都要去酬钱 因为如果不是给不到利得瑞 的话 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就跟我说 这个就是他的大问题 如果给不到利得瑞 的话 那这笔奖金就去到 某年某月某日定了一期 你过了一期 不拿这个所谓的盈利的话 就会取消你的了 因为这笔子是赢回来的 这样说 那变了那个 所谓百分之十五就很重要 那他就周围去撲钱了 那他就周围去撲钱了 那他就跟他说 他说 我就在公司问同事借钱 那我的同事呢 我一开声 一提到一件事 他已经轻转走去 他说我真的很伤心 大家的同事友情 一开到钱 大家就已经轻转走去 那他说 如此类推的三几个都是这样 那我都听到 那我都 坦白说 我真的没有办法 那他轻转走去 我都 我没有理由去 怎样帮到你呢 那我又不是说 可以拿钱去帮他的人 那接着呢 他慢慢 慢慢就滲给我听 他就说 我现在是欠七万多元 筹了 欠七万多元 你 艾佳师傅 你可不可以帮我 我这么说 那我说 我钱的东西呢 我帮不了你 七万多元 我钱的东西帮不了你 如果我跟你去问事 或者什么 或者做功德 我可以帮你的 你去到这么困难呢 我都可以帮你做 但是你钱的东西呢 我就没办法帮你做 但是后来呢 他就有很多的情节 后来呢 有一天 就是他跟我聊电话呢 就都哭了 哦 也都直接流了眼泪 哭到出不了声 咬了一把声 还有在我面前 都哭过两次了 就是面对面 就哭过了 那我就 有一次跟我说 我昨晚呢 是喝滴露自杀 但是呢 我就被工人救了 如果不是呢 我死了 他说过一个问题 因为我想着 这个户口呢 是我的名字的 那为什么我会自杀呢 拿不到这个 所谓的 那个叫做 那个叫做 利得税要自杀呢 原来呢 他说原来呢 为什么这个男朋友 会这么愁眉苦面呢 是不是因为那些钱 拿不到的问题 原来不是 原来这个男朋友呢 在国内犯了官非 那什么官非呢 原来呢 他投资了 来英国那边 那几百万呢 是犯了洗黑钱的 哦 那洗了钱的话 那会犯罪 但是这个户口 是这个女性的名字 这个女性的名字 那这个女性 就串谋洗了钱 那所以他现在 就不单止拿不到钱 而且呢 他会犯了刑事案 会坐牢的 那所以他就说 不行的 我一定要把这件事 盖上去 但是呢 他发觉真的走不走无路 他就说了 如果我死了的话 这个女士说不通 如果我自杀死了 我真的死了的话 我这个世界上 没有了我这个人 那是不是不会 那我的男朋友 因为我的男朋友 为了我 而搞到今天上了刑事 头几百万来英国 是做了这个洗黑钱 那原来那些钱呢 是没有经过 正式金管局 或者是银监署 过来申请的 而直接拿了钱 就是洗黑钱 而且现在这样的话 如果因为这件事 而你死了 而搞到 所谓洗黑钱 累到 这个你 什么小姐 你死了的 那这个刑事案 不止 这个刑事案 令到人命出来了 死了人 那你男朋友 都很不行 更加不行 你不是帮到他 他就以为 如果自己死了 那男朋友可以脱身 那不是 我给你解释一下 我就说 就算是你死了 你看到我们佛教来说 你未到你的 寿命终结那天 而你去 就这样来自杀的话 你也是枉死的 而且你也是要去到 受到 去到你生神的 那个中期 你才可以去到 所谓的 就是做 明界事 在那里飘浮 然后 他转胎转得很快 然后 过了 没多久 他就发了个讯息给我 这个讯息 其实这个讯息是发给我 不过他就打了一个 一个SWIM 就是说 是把手机SWIM Copy了 然后发给我 他说 我愿意做别人的女朋友 一个星期 我的代价就是 七万元 我记得五万多年 七万元左右 他说我愿意这七天 做你的女朋友 但是我要 要钱到首先 他发了一篇 这篇文章 他不是跟我沟通 他在这篇文章里面 和一个男人沟通 这个男人就说 我给你几万元 你做我的女朋友 我要 一天 你要 你要 对我 你可以想象 那这个女士就说 你这个人是这样的 他说一说一说 就没有了夏文 他只是给了一段 我看 其实这一段 是给我看 对 是给我看 就是给我看 他想我看到 在看 你有没有兴趣 其实这是一个焦点 你有没有兴趣 但是他不是说 你有没有兴趣 那我就跟他说 你不可以这样的 我当时的心仍然是 真的抱着 弘法利生间跟他说 你不可以这样 你这样的话 你先头又说自杀 然后你这样的话 你更加对你男朋友不住 你男朋友为了你这样的话 你现在出卖你的肉体 换了几万元的话 他知道 也对你非常接受不到 第二 你都对他不住 你爱他 你为什么做些对他不住的事 你为了几万元就这样做 是不是 然后他说一说 然后他又发觉不跟我说 然后他说的所谓是绝境 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完全没有办法 他又再问我 问了我两次 你可不可以帮我 那几万元这样说 我钱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你 你不要跟我说 我现在有桌面的善信 正在问事 我不可以跟你说 然后过了一天 两天 他又告诉我 这样吧 日师傅 我有个办法 我们跟周边的人借钱 是借不到的了 你不用借钱给我 你帮我一个方法就可以了 就是我上去财务公司借钱 帮保 我上去财务公司借钱 是可以的 这个额可以借到的 不过我为盗是需要一个担保人 那不如日师傅你做我担保人 你放心吧 你不会上身的 我会依其还款 那你签个名字而已 那你帮了我去解决所有问题 那你不用怕我 我会依其还款 你什么事都没有这样说 那你信不信他 你会不会信他呢 我告诉你我从昔台到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是两个月 中间我请过他吃那一餐饭 因为他在我的櫃桌上是哭得很凄凉 那我都7点多了 我们下班了8点钟就吃饭 不如我请你吃饭吧 你挺好的 我个人是这样的客 不是他是男或者女绝 你别搞错 也都可以这样就请到他去吃饭吧 但是他跟我说这个 你放心吧 我会依其还款的 你给我签个担保就可以了 这个担保你没有签呢 我当时的生活里面是很生气的 我的脑子的转数是有菩萨的系统在那里 是好法的 我觉得我是由此至今 在美国你叫我签担保的时候 我都觉得你是一个苦主 我是帮你 虽然钱的东西我不能够给你 但是我也是很用心 和是相信 我是相信 但是你去同情一个人 你去联系一个人 你去帮他最困难的时候 原来他就拿你的联系同情 和你的慈悲 然后在你身上害到 我觉得这种人是很可耻的 我可以告诉你 非常可耻 所以说我们通常来的 正如我们的台前先生说 那些人向我求助 其实向菩萨求助 我只是中间的过疑人 我只是解签做法事 那我们去帮人 但是我在帮你 你说你有苦你有难 你来找我帮你 原来不是的 你是走来跟我混骗的 你走来跟我 我看你哪一块肉吃得的 你是唐僧来的 这样的话 你就是蜘蛛精 那我就真是惨了 我就来帮你 所以他很生气 但是我在很生气之中 我都没有去 回答他任何一句话 甚至乎没有去 踢穿他 我只是 将大家之间的讯息 封住他 WhatsApp封住他 甚至乎 说真的 我相信这个人 是不会来店里找我 找我的话 只是大骂 我骂他不是他骂我 那你就封住他 所以其实在一些 我们去帮别人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看情况 因为为什么呢 有些人很懂得利用你的弱点 其实我们最强的强项 就是我们用慈悲心 去发文怨去帮别人 但是人家把你的强项 做了你的弱点 因为你要帮别人 他现在在挨苦 他下了地狱 他上你的弱点 救回上你 那这个就是我们去 去普渡众生 或者去挽救别人的苦楚 危急里面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做佛事的人 应该做的事 但是他就利用你的焦点 利用你的盲点 来在你落手 其实这些事 你可能会觉得 这些事很奇怪 其实我相信 我只是一个个案 或者一个制宜 其实其他的师傅 或者其他 做同情心的事 都很容易被人利用 所以我们去做一些事的时候 曾经也有第二个情况是这样的 那第二个情况就是 有一个女孩子 七点多我就下班的时候 是女孩子 好像一个中学生 他就来问签 那我就说 好了 那我做你了 那我们问签的收费 那时候我们的收费 是200元留下的 他问了一支签 那都已经有两年前了 他问了 那他问了一支签 他还问了一支签 那我们做了一支签的话 如果150元一支签 那两支签是300元的 那时候他收费150元一支签 那现在是两年前 那他说 那都200元的 那我见他一个学生 那你又没有什么工作能力 那你200元 那不要紧了 我照样回答你 那好了 那回答了 本来是没什么的 200元 没什么的 但是他来第二次 他第二次来 他又是这样问签 那接着问了第二次 他又告诉我 我只有200元 那你明白 你第一次200元 我 那你第二次来 又是说只有200元 我不要紧了 我觉得 不要紧了 如果我帮到你 找什么问题 我帮到他 不过告诉他 你下次不要再告诉他 你的200元 如果你觉得你是不够钱的 我们是消费的话 那你觉得不够钱的 那你自己预备好钱来 好吗 我这么说 我都很客气 但他之后都没有来过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重点就是 老实说 我觉得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两个案子都不是钱的问题 难道第二个案子欠了50元 师傅他就是生了50元 他吃不起餐饭吗 那重点是 你这个人自私 是的 这个事情才是这样的 你认为那个世界的人 是一定要帮你 是的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很多时候人就是这样 我想在看这个节目 或者很多人都一定会经历 好的时候 或者有不好的时候 不好的时候 一定想人帮的 但是问题就是 你不可以去想 你一定要帮我 为什么你不帮我呢 我觉得真的 是什么先生来说 为什么你不帮我 这个说话 其实可以开一个引号 是为什么你不帮我 我说了一件事给你听 都是关于在这里来到 听众开始连结的 这样说 话说有一个婆婆 她又是家境好不好 她就说 需要我去帮她 说家里有发生事 我们就去帮她 但是帮了她 包括她本人 她就说甚至乎 是下床走的问题 帮她 做完我们 应该做的事情帮了她 搞好了 有一天 她就说有三四天 她都睡不着 哦 其实当时我帮她 她家里真的有一些 不干净的东西 把她清掉了 然后她说 有三四天都睡不着 睡不着 她说很辛苦 她说我每天 每天都要动起 人在床上 才能够睡不着 睡不着 坐不着 我很辛苦 我真的受不了 师傅 真的不要这样 接着她就跟我说 她说 我想知道 你跟我做的事情 到底是否可以 你是不是真的跟我做了 是否真的有这样的事情 是否干净了 她觉得 这个是 你的责任 你的责任 你现在没有跟我做到 到底是否不是 那样 我逐样逐样 我当时 我很惨 我早上八点九 就要打给我 我是未起床的 因为我晚上四点半天睡觉 我们这些人 我们晚上做皮膚合 她八点九打给我 我眼时都未慢 就起床 想向菩萨上发 我想知道 这个婆婆说 是这样的 她就说 完全是没有关系的 答我 菩萨答得很清楚 根本是她自己的问题 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这个问题 要很小心说 因为通常我们做师傅 如果人家的善想 一问到我 你做了些事情之后 然后你就跟她说 不是我的问题 是你自己的问题 她觉得你是推卸济任 所以要很小心跟她说 好了 告诉她 你是不是有一种病 她有一种病 那我们何时 要复场见医生 今天就复场见医生 我们问一问医生 你现在这些事情不能睡觉 你告诉她 是否这种情况 是否因为你的病 而影响到你的脊骨 不能睡觉 你问了她 然后你问完 你看看你再回复我 因为我都问过你 应该是没有什么 她求你那时候 她坏的人 就不管你能不能睡觉 她还要跟你说话 是很不客气 喂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 是不是真的做到我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做完 你不要这样玩我 就是那类的说话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做义工帮她 是义工 真的没有收钱 然后她看完医生之后 我们一边等 到底找医生给你的 feedback 是怎样的 和你验过是怎样的 你说你照过X4是怎样的 你是什么事 她一直到晚上 八点都没有等你 我就打电话给她 婆婆 我想知道你去复诊了 是的 复诊了 你看了医生 看了医生 那医生怎样跟你说 原来是我的病况 后遗症就是这样的 你不要急的时候 就想起我 不需要的时候就没有了我 真的很明显 她说不用打给我 完全没有 我又在那里等她 等你晚上 不打给你 这些就是态度 所以说这些 现在我们去做善信 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 我们不是一般俗世所说的商业 打开门口做生意 我们不是 我们是打开门口去帮人 虽然我们要收回经费 收回人金 收回电费 但是我们 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一个户客 你会看店铺移入的 我是你请我的 反过来 你有权选 你选择师傅 你有权选择店铺移入 我也有权选择客户移入 或者选择一个善信 我跟你与佛有没有缘 没有的 大家就没有了 不是说你选择我 我也觉得我有权 可以选择你 大家很公平 所以我们不是说 你没有钱就不做 你有钱就一定做 这个绝对在我们的 日月堆是没有这回事 你是需要有贫困的 我们觉得你有缘分的 可以帮你 但是不要搞错 我们帮你 是应份 或者我们不帮你 是欠了你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那样 不是那回事 所以我觉得 这一集的思考方向 到底帮人与被帮 大家互相的关系是如何 我觉得相当有趣 值得大家认真一点的一集 下一集我们再和日师傅 又再讲讲其他题目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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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影片的观众朋友 希望你们立即订阅我们 焦点FMTV的YouTube Channel 我们是一个知识中丽的 网络电视平台 希望未来的影片和视频 会继续可以带到更多资讯给大家 新一年我们迎接五周年了 希望大家可以尽快订阅和支持我们 看影片的观众 你其实对玄学是否很有研究呢 如果你想把握九运的新时代浪潮 透过你的学识 为社会献出一分力和赚取收入的话 不要再浪费你的天分 焦点FMTV主办的第一届预测王大赛 堪称是全香港最全面最公平的玄学术数比赛 第一 题目将会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预测大事 第二种是技术题 而技术题参赛者是可以自由选择想作答的题目 确保真正公平发挥你的所长 第二 比赛期限历时八个月 这八个月中参赛者预测将会完全公开给 评判团和所有观众可以看到 绝对不会有任何黑商作业 第三 我们的评判团将会超过十位 而十位都是资深的玄学家 同时也会邀请非玄学家的评论员 或者分析师成为客席评判团 全面提升理论和数据互动分析的趣味性 和可靠性 第一届预测王大赛 極可能是你踏出成为严学家的第一步 无论赛果是怎样 我都恭喜你先 因为你赢了 你赢了全香港观众的注意 赢了他们的信心 亦给了一个机会他们去光顺你 记住 3月8号公开接受报名 影片留言区有比赛详情和报名连结 预测王 我们到时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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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